三战游戏里,马某人也是打起架来一句话 啊,漂亮 对,就是相当漂亮,就是勇猛 好像真的没有说他这种双拳的哦 所以他这个智力表现和统帅的小身板有点堪忧哦 这跟马超的面板属性还算基本吻合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裸依和横矛在马超身上的优劣点 横矛增加了50的武力,获得群攻,砍一刀等于砍五刀 没有负面,缺点就是发动率40%,比较看脸 裸依呢,获得连击,每回合等于砍六刀,10%倒戈 不看脸,但是缺点呢,有负面,会降自己的统帅 显然这两个战法各有优劣,那么应该怎么带呢 答案就是,上马裸依,下马横矛,先卖个关子 马超,带了裸依,有连击确实没错 但是他那个小身板如果减掉了40%的桶 自己也会死得很快的 有的小伙伴弹幕说,不带青州兵,马超很容易暴毙 其实是一个意思,但是呢,上了青州兵就属于硬撑马超 治疗全部浪费在马超身上 而且裸依在治疗后就结束了,他也就没有连击了 鼠枪的节奏呢,是偏慢的 关羽关妹一快一慢组合 关妹自己控制的前两回合还不行 还要关羽控制后面的回合 然后呢,马超需要保命继续配合关妹去上关羽 控制一直到结束,才能达到这对鼠枪的全部效果 那马超什么时候要用到裸依呢? 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增伤 增伤 还是他妈的增伤 对,只有在马超作为阵容主输出位靠爆发快攻时才需要裸依 追求前三回合的狂砍 比如,风世镇加西凉铁技加攻神等等各种增伤于一体 然后马超呢,砍到那个裸依血战减40%统帅的对象 爆点就出来了 就像香香同样是没有统帅 拼前两回合灵桶给到争议时的那个背水一战的状态 对于虎具阴阳也是一样的道理 要压保马超就带 不压保他完全没有必要带 毕竟盛气凌敌不是每一队都有的 虎母横矛 虽然横矛50点的武力并不多 但超出对手统帅部分有额外的增伤 50就相当于12%的争议 马超是众多鼠枪武将里面唯一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武将 只有搭配官妹时才有辅助的属性 所以控的好马超补的伤害也够 控不住的话马超的伤害也上不去 比如这一场对战群攻 马超全程被控 全靠官家妇女两个控场取胜 那真正用得上马超的呢 是碰到慢速阵容时 比如无枪力容控制差爆点碗等 马超可以肆无忌惮地砍 又能辅助官妹 又能砍出大量的伤害 所以还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结论 上马裸依下马横矛 小伙伴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是